Hi! My name is Kyle Ewan 我們今天要來跟人分享一下人體工學滑鼠的部分 那我真的非常喜歡這一款叫做 Cansington Expert Mouse的軌跡球滑鼠 它解決了我非常多手部手腕還有肩膀的問題 那這支影片我已經做過了 在上方或下方連結有興趣就可以看一下 那就是因為這支軌跡球滑鼠的影片被廠商看到了 所以今天廠商直接寄給我一個全新發表的產品 讓我來跟大家做分享 那就是我們的Cansington TB550的人體工學無線軌跡球 那我們就直接來開箱跟大家分享一下道理好不好用 然後跟我們舊的Cansington Expert Mouse到底差別在哪裡呢? 盒子裡面有一條USB Type-C的傳輸線 哇你看零塑膠的環保包裝 這一支滑鼠包起來像是肉粽一樣 比我想像中的還要大還蠻多的 看起來還蠻輕巧的 最後盒子裡面還有一些保證卡跟說明書就這樣 那我們接著就直接來使用一下 分享一下我們這個TB550的軌跡球到底用起來怎麼樣 等等根本不用裝上電池啊 這個軌跡球是內建電池的 但是它整個非常輕巧 我們來蹭蹭看它到底多重 143公克 真的是超級輕巧 這個外出就會方便很多啊 我之前外出都在這個Expert Mouse 然後這顆球就不知道要放哪裡 然後這整個又超級重 我們來看看Expert Mouse多重 350克 所以你這樣子外出 肯定TB550的這個軌跡球就會好用 方便很多 這一款軌跡球兩種連接方式 第一款就是用USB小小的單狗來連接 那第二個就是用藍牙 那藍牙它還有分1跟2 看起來是可以一次連接兩個裝置 我們直接來試試看吧 這軌跡球可以在三個裝置之間自由切換 我們只需要按一下滾輪下面這個按鍵 我們就可以輕鬆切換 像我們現在是藍牙1 我們就可以在平板上面已經連接好了 就花束指標 那我們再按一下 藍牙2 我們就可以連到電腦上面 我們就可以輕鬆 那我們再來按一下 那我們回到了USB Dongo 就是連到我們的電腦上面 然後我們就可以連接到電腦 你們雖然看不到 但是我們可以用一個Dongo 一個USB 然後兩個藍牙 所以就總共三個裝置之間自由切換 這真的是還蠻方便的 像我們之前的Expert Mouse 就只有藍牙1個跟USB1個 然後你這裡後面要自己手動來切換 就把整個滑鼠這樣抬起來 做切換然後再繼續使用 這用起來就不太一樣了 剛好現在我們桌上放滿了裝置 然後我們已經沒有位置了 這個就可以展示一下這個軌跡球的優勢 就是我們在幾乎沒有空間 你只要放了下軌跡球 你就可以開始使用你的軌跡球 你不會需要擔心說 啊我們左右移動啊 會撞到東西啊 撞到杯子啊 會打翻杯子啊 或是怎麼樣 要放到這裡滑動 不需要 我們就直接輕鬆的在這麼小 幾乎沒有地方放的位置 就可以輕鬆的使用我們的裝置 那我們稍微分享一下這個軌跡球的外觀 那我們從側邊開始 這裡就是我們剛剛選擇裝置的顯示 像是我們剛剛的USB 端口就是綠色的 藍牙就是藍色的 然後1跟2 那上方這邊就是我們的軌跡球的部分 就是一個非常滑順精確的 Kenterton 軌跡球 按鍵的部分這裡就還滿豐富的 就是我們有一個上一頁跟下一頁的按鍵 那我們這裡的滾輪有上下 還有按下去點擊 跟我們的左右 接著就是我們的左鍵右鍵 按起來是滿Q彈的 也滿乾淨俐落的 感覺還滿紮實的感覺 沒有像是快要解體 放開也不會有奇怪的彈起來的聲音 還滿OK的啦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軌跡球底部的部分 那我們因為軌跡球不需要在桌上這樣滑來滑去啊 所以我們下面不是滑滑電 我們是止滑電 所以就讓你放在桌上不會滑來滑去的 跟平常的滑鼠不太一樣 那下面這裡有一個洞 就是來放你的USB接收器的部分 讓你的接收器不會莫名其妙的消失 那上面這裡有一個DPI的按鍵 它有四段的DPI可以讓你選擇 就讓你不用下載任何軟體 你就可以來調整我們的DPI 快速來做選擇 那上面這裡還有一個開機 關機的實體撥管 還有一個爆破按鈕 按下去我們的軌跡球 就會彈出來 然後我們就可以輕鬆的做 軌跡球內部的感應器的清潔 或者是軌跡球的清潔 因為用久了 裡面就會卡一些就髒髒的東西 讓你清潔一下 軌跡球就會更流暢 那這個軌跡球拆卸裝置 也就是這一個TB550 我覺得還蠻適合帶出去旅遊 或是隨身攜帶的原因 因為這顆球是卡在裡面的 它不會掉出來 那如果用我之前的這個Expert Mouse 那我們這顆大的軌跡球 就需要另外想辦法保存 然後我們這個軌跡球就會這樣空在這邊 才可以塞到我們的袋子裡 不然我們這樣子就會佔還蠻大的空間 就比較不適合攜帶來 那這一個TB550就 哇這樣子球都不會掉出來 直接丟到包包裡面就可以帶出門使用 使用這個TB550一陣子之後 我有幾個東西想要跟大家分享 那第一個就是我們的精準度 可能需要練習一下 那因為我們的拇指 只有拇指在碰我們的軌跡球 那不像我們的Expert Mouse 可能是兩隻甚至三隻手指頭 來控制我們的軌跡球 所以精準度Expert Mouse肯定會比較好 因為我們基礎的手指頭比較多 可以更多的更精準的控制 那TB550只有用拇指 因為我們不可能用食指嘛 因為食指在左鍵上沒有辦法說 我們一起去移動我們的軌跡球 那我不知道是我的拇指有問題還是怎麼樣 就是我們在正常的DPI 或者是比較高的DPI的時候 我們很難去微小控制我們的指標 就是我們可能指標在這裡要挪到這個點 我們這樣子挪過來正常的應該是這樣吧 但是我們這裡可能DPI太高 你會變成又過頭 然後要回來又過頭 就這種很難去精準的控制的狀況 那你如果要精準控制 你就把DPI調低這樣子就會精準很多 就是你滑的距離會稍微長一點點 但是我們可以比較慢的挪到這個位置 就會稍微好一點點 但這樣子就會延伸出另外一個問題 因為指標挪的比較慢 我們從螢幕的最左下 要到右上角就需要花很多時間 像是我們這樣子 滑滑滑滑滑滑 那如果用力一點 也是要滑個可能兩次或三次 才可以滑到右上角 左下角這樣子螢幕對角線這樣子滑 速度就會有一點取勝 所以使用這支滑鼠 我覺得你就需要有一個 取得一個自己的平衡點 就是你要有精準度呢 還是你要速度 就是精準度跟速度 你要自己拿到一個平衡 那像這個大的Expert Mouse 像是我要很精準 我可以非常的精準 那我要速度 我這樣子滑一下 我就可以直接到右上角 然後再滑一下 我就到左下角 這個軌跡球 跟正常的滑鼠設計 其實蠻像的 它只是像一個正常的滑鼠 然後往右翻 大概45度吧 那你這樣子可以讓你的手 更自然的角度 貼合到我們的軌跡球上面 這樣的設計就比較友善 就是你正常使用滑鼠 那你這裡的左鍵右鍵滾輪 也都在這裡 就只是把我們的滑鼠移動 換成軌跡球而已 而不會像是我們 我喜歡的這個Expert Mouse 哇塞 看起來有夠瞎趴 怎麼那麼浮誇 長得那麼奇怪 然後正常人拿到這個滑鼠 也根本不會使用 他們到底怎麼滑上滑下 都不知道 那我相信這個TP550 你遞給一個從來沒有用過軌跡球的人 他應該兩三秒鐘就可以摸了 喔他就可以知道 到底怎麼使用這個軌跡球了 接著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Centent軟體的部分 我們滑鼠上面的按鍵 都可以來自己自訂成 我們想要讓它成為的功能 那麼拿這個滑鼠滾輪 往左往右這個來做示範好了 就是我們現在要把它設定成 滑鼠滾輪往左 是Snap Windows Left 就是我們如果有一個視窗在這裡 我往左按 它就會幫我把它貼到左邊 然後我們右邊就可以選另外一個視窗 這真的還蠻好用 那你如果不想要這個功能 你就輕鬆點一下 那我們就可以來調整 各種千變萬化的功能 這真的超級無敵多功能 超多客製化選項 真的是讓你選到嗨起來 那我如果像是 我們現在想要是 Navigation Home 那我們這樣子就變成 我們可以回到最上面跟最下面 像是我們網頁滑一滑 我想要回到最上面 我們只要撥一下 就可以到最上面 再撥一下 我們就到網頁最下面 這個也是蠻方便的一個功能 所以有這麼多豐富的功能 我是覺得這樣子工作效率會高還蠻多的 你有一些需要用另外一隻手去按鍵盤的 現在都不需要 我們直接用滑鼠就這樣子 啪啪啪啪啪 我們就全部都搞定 那我還蠻喜歡軌跡球的一個特色 就是上下 很容易就只有上下 左右 就很容易左右 我們拿這個影片來示範 像是我要拉這個影像曲線的部分 我想要只要上下 我可以比較容易只要拉上下 那左右就比較不會碰到 那如果我只想要拉左右呢 也很容易就只有左右 不會拉到像是這樣子 飄來飄去 跟正常滑鼠一樣 那調色的部分 也可以直接用軌跡球 來做一個比較直覺的調整 而不會像是滑鼠 可能拉左拉右 會比較像是拉一個弧線的概念 就往上然後往下 因為你手腕的移動 會是這樣子移動 軌跡球就會比較容易去做X軸 然後或者是Y軸的 這種簡單的單軸調整 那最後到底誰適合買這個 Kensington TB550的人體工學無線軌跡球呢 那第一種人可能就像我一樣 你在電腦前面這樣用正常的滑鼠 這樣滑來滑去 手腕這樣扭來扭去 就手腕會有點受傷 那我們用這個人體工學的滑鼠 你就手輕鬆放上來 你的手腕根本不會動到它 你就這樣子滑啊 根本輕輕鬆鬆 不會動到手腕 你的手也放在一個比較正常的一個手的姿勢 而不是這樣子轉過來的一個 奇怪滑鼠滑的姿勢 第二種人就是你要帶著這個軌跡球 到處亂跑的人 那你可能需要在公車上使用啊 在結局上使用啊 在沙發上躺著使用啊 在床上躺著使用啊 這種奇怪的使用情況 或是在一個沒有桌上太多空間的地方使用 就剛我們示範的那樣子 沒有太多地方可以讓你這樣滑來滑去的地方使用 軌跡球滑鼠就真的是非常適合 OK 這我們今天的 Kenton ProFit TB550開箱分享影片啊 當然喜歡這影片按個讚 對我們朋友可以看更多的相關影片 這裡的一個全部都是開箱影片 Play this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還有之前的Expert Mouse 有興趣也可以去看一下 My name is Kaiyuan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